美国的骗子现在也层出不穷 今天有个朋友发消息 让我跟大家讲 他做个房东被骗的经历 事情是这样的 他本来原来是经营RBNB民宿的 但是他最近现在民宿不好做 所以他就打算做分租房子 就在很多的网站上打了招租的信息 什么叫做分租呢 就是我一套房子 比方三个房间 我就分别住给三个人一起来 长租合租这个房子 于是就有一个老外 就跟他发消息了 说他是在东部 然后看上了他这个房子 他这个房间是一个月900块钱 一个月的押金也是900块钱 押一负一 老外说他现在要搬到洛杉矶这边来上班 看中了他的房子 但是没有空来验房 所以就直接下定了 就告他我会寄一张支票给你 这个骗子算好了时间 这个支票寄到他手上是星期六 然后星期六这个支票存进去 银行没有显示确定到账 要到礼拜一 可是在周末的这两天 这个骗子就说了 我寄给你的支票是4900 其实这个房租只需要付1800块钱 剩下的钱麻烦你帮我付一下 我要把这些家具还有车 邮寄到洛杉矶的费用 你就帮我付一下这些账单就可以了 然后就把这些银行的账号 就发给了我这个朋友的老公 然后朋友的老公一看 就想着人家来租房子 支票都寄过来了 也不可能骗他 所以声咚咚的懵咚咚的 就把这500块钱给他付了那个邮寄的费用 后来这个骗子一看 这500块钱这么轻易的就算到手了 然后于是呢 就催他继续打剩下的那些钱 去帮他付那些邮寄费用 后来我朋友反映过来这个事情 马上打电话给美国银行 想阻止这ZLO的500块钱转出去 可是呢 因为这个ZLO是立刻转出去 已经撤不回来被骗了 提醒我们所有的华人房东都注意了 千万不要相信这些支票 这些支票全部都是假的 还有给你寄多的支票 让你把剩下的钱退回去的这些招数 千万都不能相信